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徐春水的狗園 相信你們有聽到 這邊的聲音都是狗的叫聲 我們帶你們來參觀 這邊就是要讓你們知道說 他們目前真的很需要很多的物資 那請大家可以的話 多多的幫忙 讓他們的狗 其實 你不一定要捐錢 有錢出錢 有利出力 你可以來幫忙打掃 或者是捐狗糧 或者是你家裡有舊的衣物 不要的浴巾 通通都 不要的浴巾床單 通通都可以送到這邊來 那我們今天跟老衛 我們來參觀這個狗園 當然我們還有帶其他 YouTuber一起來 那我們就來去看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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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現在最缺的主要幾樣的東西 我簡單說,狗原最大的困難點在哪裡 因為牠們像連理一樣,我們吃餐餐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讓牠們吃餐餐 因為那個時間,我們讓牠吃飽,吃好 一餐 基本的就是說,我們的飼料最大的支出給我們 那物資的方面呢 我們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破洩的,叫做冬天秋冬最多的需要 衣服、褲子、襪子這些都OK 襪子可以,襪子塞在 環布,環布這些 就是這些破棉被,舊棉被 舊棉被 舊被套,背套被單 要有裡面的乳被 乳被有免費,狗狗會咬 那真的不行啊 資格會不會給麻煩 好軟 像夏天我們 舊棉被他們有很多 很多我們五六個小廚 六六個七萬,是下面的墊被 那很快,因為因為 放塞放頤 放塞放頤 對對對 這主要是一些廢棄衣物 廢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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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 如果你們有看到的朋友 那就是希望說 你們要相關的捐贈資訊 到熏熏或是到小展址的那個 部落格裡面去看 那YouTube去看 那下面都有相關的資訊 那我這邊也會PO 那我就是基本上以轉貼為準 那 那 直接搜尋徐村水 就是到FB 直接搜尋徐村水 徐狗罷了 徐村水流浪狗之家 流浪狗之家 徐村水流浪狗之家 那再麻煩各位 有看到的朋友 有轉貼的朋友 那就順便就是 把這個資訊 分享出去 那這邊就真的 很多小朋友要需要 大家的照顧跟幫忙 那就 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謝謝 那感謝你們的收看 掰掰 謝謝 各位收看 嗯 那 謝謝 真的 謝謝 我們 会